港府近期积极提倡成为国际教育枢纽的目标 西施政报告将提出多项措施 锐意将本港建设国际高等教育枢纽 包括将八大非本地生限额 资助学额20%增至40% 并鼓励大学从东南亚一带一路去收生 避免非本地生学额只由内地生垄断 不 本港大学宿舍长期短缺 当局认同解决虚实 有法会议员认为 各大学应互相联系 筹备海外宣工作 又相信教学设施能应付学生增长 限18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 非本地生的 生上限为核准学额的最多两成 据了解 新一份正报告锐意打造国际高等教育枢纽 将提处非地生上限提高至40% 建议以咨询八大意见并获知 以限时每年集约15000个大学学士资助学额计算 提 限额意味非本地生由限时最多3000人 倍增至6000人 不 近年非本地生以内地生为主 月前政府统计处 数据显示 自二十二分之2021学年起 连续二个学年内地生人数占 本地生总数于70% 消息指 政府留意到目前非本地 以内地生为主的现象 近期以动作频频 鼓励大 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及东盟国家收生 同时提大学关注非本地生学额由内地生垄断的情况 免影响国际化程度 导致大学排名下跌 教育局 常蔡若连早前到访西安 参加丝绸之路大学联论坛 香港与中亚高校合作推进会 据西政为大 取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源做准备 至于东盟 家 消息指当局将加强宣传 让当地了解在港生大学的优势 例如可视本港为前往内地市场发的跳板 而东南亚国家不少华侨后代 能按中文 话背景与本港相近 料成为大学院校所定的生目标 然而 本港院校取路非本地生增加 大学速 长期不足的问题预料更严重 据之当局认同需处理 但并非不能解决 比如参考都会大学购入电座宿舍 或下调本地生入住宿舍比例等 另外 西当局一推出措施 吸引非本地生毕业后留港 做 消息指 目前本港只有1%的非本地生毕业后会 港发展 当局期望将数字提升至5% 与英媒等海外 加看齐 身兼教育大学贤理副校长大学拓展的 法会选委会界别议员周文港 认同提升非本地 收生上线 更建议考虑提升至50% 分阶段再放宽 他 大学上课普遍在演讲厅进行 可轻易应付人数 长 即时是以实验室为本的课堂 近5年各大学都 新教研大楼落成 亦能应付人数增长 至于宿舍 提 周文港指 宿舍分配原则是一项以资助学额 升优先 大学会安排非本地生入住 即提高国际程度 推动文化共荣 即培养本地学生的语言能 但非本地生多自行安排住宿 非本地生在迎新 动任时后 一些和得来的同学会一起在大学赴 租屋 他认为宿舍供应对方宽 非本地生限额不成限制 对于政策放宽后 非本地生从何而来 周 港称 本港南西纳英美澳牛等 发达国家的学生 港生学 而参考英国情况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 占相当比例 他认为大学可参考海外做法 以发中国家的顶尖或中产背景学生为目标 各大学 政府应参考外国 共同招生 特别到海外的顶尖 学货中产区域宣传 英国 澳洲等地的公司力大 都会一同到外国宣传 不是像盲头乌银或者大 简单打独斗 而是成立独立机构 专门到海外招 他指本港多达五间大学位列世界百名内 大学国 化程度高 是本港优势 学生毕业后如何吸引他 刘港 周文港认为要从毕业前开始就为海外学 举行职业博览和招聘会 让他们看见在港发展机会 尤其内地中产正崛起 应该让学生了解流 发展更可面向内地市场 本港拥有出入境合资 流动的自由 他们更可以香港为基地 促进他们 居的与内地的贸易来往 记者蔡健行 星 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 内容